大厂面大厂面 真的是啊 张掌门你来了 可热闹啊 热闹好啊 热闹大家高兴吗 张掌门 来会儿多吃点啊 我吃素的 这蛇可是大捕的 这条蛇可是千年的蟒蛇 营养非常的丰富 不吃实在是可惜了 不用客气 那条蛇呢 就在里面养着呢 这时辰一到 立刻生斩大蛇 镇长 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杀生行不行啊 不行 这条大蛇杀了我们多少牲畜 因果报应 正应该由此一解 因果报应不是这个意思 时辰一到 烏龙大会开始 好 师父 是不是蛇魔的那条大蛇 肯定是了 那么大的场面 肯定是蛇魔之王 师父 你说不是蛇魔 那条蛇是什么 蛇魔那条大蛇 当年我跟一天行 一集通他们对付他 都对付不了 这些村民他们怎么可能 活捉他呢 我看应该不是 我看应该是 我看应该是 我看 也应该是 我认识这条蛇 怕跟我打招呼而已 别吓坏他了 你是怎么了 以前很威风的 怎么现在搞成这样了 说起来这是一言难尽的 这语我不是很懂 不要说得太复杂 救救我 好啊 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干嘛到处生事 杀光人家的鸡胎又不吃 不要舔我 你的嘴巴好臭啊 喂 为什么 来 给我看看 哎哟 难怪了 有烂牙呀 一定是牙齿坏了 吃不到东西 你有没有常识啊 蛇吃东西 不用牙齿的吗 整个吞到肚子里去的 不过烂牙对它也有影响 影响它的食欲 所以吃不下东西 对不对啊 臭蛋 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这就叫做报应 你杀人家的牲畜 现在人家回来杀你了 笨蛋 救救我 救救我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好了乖 不要哭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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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准动 爷爷 不是没办法啊 你答应我 从此以后吃素不吃荤 改过自新 从今天开始 包括我们这里方圆一百里的地方 我马上救你 答不答应啊 臭蛋 我答应 我答应 没问题 我跟他说的话 大家都听到了 大家认为如何啊 蛇的承诺能相信吗 就是啊 不是信他 是信我 我负责监督他 只要大家今天不吃他 我向各位保证 他以后吃素不吃肉 还要保护我们这里 放约一百里的地方 如何啊 其实呢 如果我们大家今天 肯不吃他的话 也是为各位积点德 总比我们烧香拜佛好得多啊 我看这样吧 如果谁肯不吃他 我免他子女一年的学费 免费上胎虚冠读书 一年呢 好不好啊 兄妹 行不行啊 行 张大嘴 不是叫你们叫蛇呀 好了 好了 不疼了 别撒娇了 别撒娇了 以后啊 你就是一条无牙蛇了 没关系 牙齿掉了 以后还会长出来的 喂 你要那些牙齿来干什么 你以后也不用打猎 也不用放毒 你答应过我不吃肉的臭蛋 是啊 我也没算我要吃肉 不过没有牙齿 就没办法造势 很难吓唬其他动物了 你不是说我要保护父亲的安全吗 啊 你是想耍威风是吧 我帮你装一副假牙好不好啊 那倒不必了 我不是说了吗 牙齿很快会长出来的 我只是觉得现在有点 有点 饿了 各位 他说他饿了 想吃东西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不 Mirfi 大佬我 membro 猫 可儿 这个苹果我不吃 我给大蛇吃 为什么 因为大蛇答应我 我们吃素不吃肉 我相信他 这个苹果就是你吃素生涯的第一步 以后人家信不信你 就从这个苹果开始 看着我的苹果了 被掌握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